钢丝生产要经过表面处理 热处理 拉靶等系列工序及流程后,才能获得尺寸、形状、性能、表面质量等都合乎要求的制绳钢丝 为提高钢丝绳的特殊性能,有时还会在制绳钢丝表面涂镀一层金属或合金,如镀芯、红、金铝合金等等 钢丝生产完毕后,通常会取样做锂化性能检测 合格的制绳钢丝将收卷入工资轮,进入到钢丝绳粘骨工序 粘骨是根据钢丝绳的骨结构,排列好钢丝后 经过分线盘,压线瓦、后变形器,并控制好钢丝的运行张力 最终生产出结构稳定,免制紧密的骨绳 为了满足钢丝绳各种使用环境和不同用途 粘骨有骨喷油、压石骨、异形骨等专门的生产工艺 完工后的骨将作为半成品,进入到制绳的最后一个环节 碾绳 钢丝绳通常由六骨或以上的骨绳粘合而成 在钢丝绳碾织时,首先要经过预变形器,形成螺旋线 再经过压线往后,合成钢丝绳 最后经过厚变形器,硬镜滚等装置,生产出硬力小,尺寸符合规范的钢丝绳 在某些特殊场合,钢丝绳需要涂上塑料加以保护 塑料不仅能防腐蚀,也能起到缓冲作用 从而使钢丝绳的使用寿命大幅度提高 为确保产品质量,生产厂家会在钢丝绳出厂前,取样进行检验 目前最普遍的做法是,做整绳破断拉力试验 用整绳拉力机拉住钢丝绳施样的两端 直到断裂时,得到一个破断拉力值 这个值将用来判定钢丝绳是否合格 至此,一件完整的钢丝绳就诞生了 他将被进行包装后,到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 开始他的服役生涯